解放战争是我党在建国前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打了三年 其中涌现出了无数经典战役 但是集合了最多经典战役的一战 还是我国解放战争期间的中断的淮海战役 至少当时在外界来看 我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还是胜负难分的 其中的来吴战役以及孟良故战役 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都是我军华东野战军 在1947年打出的两场漂亮仗 同时也为我国解放山东地区 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两场经典战役 又是为什么能够成为解放战争中的经典呢 两场战役又是各有什么特色呢 1947年 我军已经成功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基本解放了全东北 此时我军的主要战略目标 也已经开始集中在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华北平原 以及连接中国南北方的淮海地区 按照当时最好的办法 那自然是再次在山东地区打一场大规模的维歼战 复刻东北的方法取得战役的胜利 但是当年的国民党部队 也是打过八年抗战的一支强军 其实实力并不弱 蒋介石是坏 但是蒋介石也不是傻 因此在已经明确地看到了辽沈战役中 被解放军分割包围 究竟会是一个什么下场的国民党军队 自然不可能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当时正在南京的国民党指挥部 以及蒋介石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战术 那就是所谓的密切靠拢 稳扎稳打 加强维系 逐步推进 其实说白了 就是齐头并进 谁也不要超过谁 大家为师一睹 铜墙铁地慢慢地压上来 不给解放军留下活动空间 对于当年的国民党军队来说 这一招的确是非常的好使的 因为无论是从部队的装备水平 还是从部队的士兵数量上 国民党军队都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 按老讲那句话 八十万对六十万 优势在我 我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这一堵铜墙铁壁 的确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果无法发挥我军运动战的优势 那么从正面上展开对决 我军不占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 我军的指战员 素玉同志 以及陈毅同志 迅速地变更了战略战术 命令华东野战军进一步的后撤 造成被敌军击溃的假象 同时命令王帝城的六纵 就地隐藏在鲁南地区 伺机配合大部队的行动 国民党部队大军压境 铜墙铁壁位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消灭我党 我军队有生力量 还不是为了成功地击溃我军 因此 看到我军的大规模溃败 国民党军队自然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立功的好机会 自然是想要避其功于一役 彻底地消灭我军 在山东的华东野战军 首先按捺不住的是 敌军中部的汤恩伯军团 在抢攻的诱惑下 汤恩伯命令自己手下的 整编74师为主力 整编25师 以及整编83师为左右2亿 共同出击对我军发起进攻 而这也事实上导致这三个师的力量 尤其是作为先锋主力的 整编74师成为了一个突出部 当时我军所面临的情况是 由于汤恩伯部的单独行动 导致国民党军队的铜墙铁壁 在事实上已经被瓦解 我军能够自由地选择 究竟要先歼灭谁 最终我军还是选择 优先歼灭最为精锐的 整编74师 首先因为该部的位置最为靠前 对我军的威胁最大 其次 整编74师是国民党军队 所谓的五大主力之首 张领甫更是国军将领中 少有的特别能打的名将 消灭这支部队 对敌军实际将会造成重大打击 同时对于我军来说 也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的 连整编74师我军都能维艰 那么国军还有哪支部队 是我军打不了的 5月12日 唐安博所部对我军发起猛攻 其中整编74师尤为突出 在当时就攻陷了众多承战 当然这也是我军的诱敌深入战术 整编74师一路攻城拔寨 慢慢地就深入了我军的防区 我军的九纵以及四纵 在13日夜对敌整编74师 迅速发起进攻 切断了其南方的后路 在14日的清晨 我军已经成功地将敌整编74师分割了出来 在14日上午 敌整编74师迅速向孟良谷方向集结 因为敌整编25师就在该方向 如果两支敌军的联系被打通 那么我军为坚敌整编74师的战缘目标 就将会彻底失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此前潜伏在鲁南地区的王帝城六纵 犹如神兵天将一般 急行军240公里 在敌整编74师即将逃脱之际 成功地封锁了敌军最后的退路 蒋介石自然不肯自己的五大主力之手 被我军歼灭 因此严令周围十个师 前往孟良谷方向支援整编74师 面对这种情况 我军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长期围困肯定是不可能的 只能针尖对脉盲的强攻 15日13时至16日17时 我军强攻了一天多的时间 最终全间的巨守在孟良谷的整编74师 击毙敌师长张灵甫 当时敌军形容我军是 在赤胜火力 掩护下如薄重锋 势如潮涌 莱巫战役是在孟良谷战役之后 当初我军已经初步地打开了山东战场的局面 并且歼灭敌军数量达到20万人以上 并且当时我国的华中野战军 以及华东野战军已经成功毁尸 山东地区的部队和安徽地区的部队 已经连成一片 大大的增强了我军的实力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 却依然认为占领了我军的苏网根据地 是一场大胜利 并且南京的国民党军指挥部 还得出了两个错误结论 这两个错误结论 也导致了国民党军队 在山东战场上的一系列战略失误 首先 蒋介石认为在经过长期的作战之后 我军明显已经无力作战 因此华中野战军才会退回到了山东地区的解放区中 其次 蒋介石认为我党我军在下一个阶段 肯定会死守山东解放区的首府灵异地区 事实上 蒋介石在得出这两个观点的时候 还是犯了国民党式的经验主义 将我军带入进了落后的国民党军队 认为我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之后 必然也需要休整 不具备长时间作战的能力 另一方面 就是主观地认为 我军战略也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 以守卫大城市为主 也正是因为 蒋介石认为 此时他依然还保持着极大的战略优势 国民党军队需要继续深入山东解放区 将主战场推进到山东解放区内部 继续将我军向北驱逐 直到将战场重新推回到关外的东北 在蒋介石看来 他深入作战的战略 其实是不给我军喘息之机 在大量国民党军部队 深入我山东解放区后 也为我军创造了 进行来无战役的先决条件 那就是分散部署 且强弱不等的国民党军队 我军的指战员陈毅同志就表示 目前的山东战场 可以将敌军分为一二三等的部队 我军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分割敌军的一等部队 优先歼灭敌军的二三等部队 敌军的一等部队 本身就是依托于二三等部队而存在的 我军只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大量消灭第二三等部队 敌等部队失去了依托之后 也将会变成弱敌 针对敌军想要优先夺取我解放区首付临仪的作法 我军也下定决心在必要时刻放弃临仪 毕竟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事实上 来吴战役和孟良顾战役的战役前夕 我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 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 同样都是大规模的北撤 诱敌深入山东解放区 在此期间 我军甚至真的放弃了林仪 让敌军成功地夺取了林仪 事实上此举也是因为 我军抓住了蒋介石的性格弱点 就是浩大喜功 夺取了林仪 蒋介石一定会大家宣传 同时死守林仪 哪怕国民党军队的前线指挥官王耀武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对我军的行动有所怀疑 但是在蒋介石的言令下 王耀武还是只能派出李仙洲所部 在黄河沿岸阻击我军 这也在无形中 为我军分割包围 位于莱污的李仙洲部 创造了绝佳的便利条件 同时相比 此前的孟良故战役 在莱污战役中 我军所能够动用的部队 也已经远超此前的数量 我军在莱污战役之后 以8000人的代价 歼灭了敌军5.6万人 同时直接俘虏了敌军的指挥官李仙洲 莱污战役 更是直接奠定了 我军赢得淮海战役的基础 王耀武在战后表示 莱污战役 损失惨重 百年教训 刻骨铭心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 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 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是 回复001即可观看